陕西机器制补局 停止筹建 不仅是沈家 包括胡家也退股了 直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商户 愿意弱股 所以 筹建宣告失败 这必须得有二十万两白银 才能建机器制补局吗 织机 再加上仿杀染杀 亚花 蹄花 包括锅炉 气炉等等 都要从应吉利订购 总共换成应金 需要四万两千四百一十六磅 再加上运缴 保险 核算起来 正好二十万两白银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一百两一股 对于陕西的商人来说 算是什么 为什么就没有有时之势呢 也许 也许一时半会儿 大家还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吧 不能理解 这都什么销关头来不能理解 如此的腐朽 如此的僵化 如此的荒谬 我们认了 赵大人 机器织布局的二十万两白银 我们吴家全认了 你 你再说一次 机器织布局不能停 这可是二十万两白银呀 我相信 只要机器织布局开起来 这二十万两白银 一定会十倍百倍地赚回来 到那时 今天这些犹豫的人 全部都会后悔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上海机器织布局 开工了才几个月 已经开始盈利 而且 这对国家来讲 也是大好事一件呀 这名利双数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敢 可你就不怕 那些谣言成真 赵大人 我爹是个赌徒 我呢 多少也有几分赌信 这件事情 我赌定了 好 我和你一起赌 继续筹建 那我赶紧回去筹款 武家还有两位叔叔呢 要说服他们 说不定还要费一番口舌呢 先告辞了 我赌计划 啥 周莹 你刚才说啥 周莹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二叔四叔 这事吧 我的确是有些冲动 没跟你们商量 就一口答应下来了 但我们乌家 一定是借了个大便宜 什么大便宜啊 你这是在货害我们乌家 四叔 你这话从何说起 你效仿洋人 就是为我们乌家丢脸 我以前走江湖的时候 谁要是功夫比我好 我就向谁拜师学义 这可一点都不丢人 周莹啊 你得清楚 两千股就是二十万两 我们乌家哪来这么多银子 工账上 不是还有十多万两银子吗 这大半年代理图尔丹的生意 也有几万两银子的进账 此外 账上还有些周转的银子 我再把今年的棉花订单转出去 另外 西院 还有些空置的商铺 中原还有一些地 加起来 正好够二十万 疯了 我还但是疯了 二哥 他们我们老吴家 全部加的 他都打进去了 二十万两投进去 两年那就是四十万两 三年就是八十万两 周莹啊 只怕你今天投进去的是二十万两 到了年终就成了两千两 到了年底就变成两百两了 相信我 这机器制补局 一定是吴家未来三十年里 最赚钱的产业 什么呀 什么生意啊 你这是毒 对了 这就是毒 但我这次赌的不是运气 而是天时 连朝廷都在学洋人造洋枪洋炮 我相信这机器制补局 一定不会输 周莹 十赌九输 阿淑 你说句话嘛 二哥 你说 你 你说 周莹啊 要是这样 我们先认两百股 我们先认两百股 二叔 趁着现在 朝廷给了这么多离税的优惠 趁着市面上 只有一家上海机器制补剧 能跟我们争利 趁着大家还没有醒悟过来 有人 咱就全认 周莹 你得清楚 二十万两 可是我们吴家所有的家底呀 是啊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我也不同意 阿淑 我 主持人 是 好 没 咱俩 好 说着 你不认识 和你 说是 他要是一生气 做出什么事来 那我可就不知道 看看 看看二哥 他都干了些什么呀 你是吧 让我再想想 二十万两银的 那周英是把咱们 吴家往败家的路上领了 二哥我跟你说 这事千万不能一人 不认为他 可他的背后 由赵大人撑药 那你说吧 怎么办 我倒有个主意 说 如果周英 不是吴家大当家的 那么他说的话 就不能代表吴家 也不能做吴家的主 至于他在赵大人面前吹牛 认多少多少 那他的事跟我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 不让周英再当这个大当家的了 对 对 二哥 嗯 这个有点不大妥当吧 闻什么 你听我说 我说 不用 了 你也听个人 干嘛 对 还不会 他也听说 他这只不应该 太灵 胆子太大 赌性又强 清算 冲动 我们吴家发展的今天 已经上了轨道 他这个性子 不适合当家了 那你说他不当这个家 谁来当呢 要我说呀 谁当都行 但关键是性子得沉稳 办事老道 绝不能 莽撞 难横 老四 你说呢 我明白 我明白了 谁这样 二哥 再找周炳商量商量 劝劝他 如果他退了这个股 这个家他继续当 如果他硬顶着跟咱们干 再说 咱们再说 你这都知道 你吃个字 好好吃亏